河北政协官员落马被举报霸占他人妻儿,日前中共河北省邢台市政协前秘书长孙兰学被村民举报霸占他人妻儿,孙兰学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7月6日,晚,邢台日报社旗下的牛城晚报,官方微博消息称,具邢台市政协消息,7月4日GT,看中国Vision Times首页最新文章热点文章编辑推荐,近期排行本周排行记者专栏最后发表最多回,赴最多查看最多表情。 热点专题,专栏作家,大陆及时新闻时事,平息社会百态港台台湾,香港,澳门官场动向,军政平息,中南海内木贪官官吏太子党,美国时事军事科技其他事,借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科技新闻,其他澳洲新闻财经证券投资于理财财经评论坊,产财经新闻及动态财经观察,民生社区新闻,华人资讯海外见闻, 留学移民博谈时评争明正论博谈讽刺与漫画生活,人生感悟,情感世界职场与教育生活百科,文化修炼文化文学世界民俗与传说文化漫,谈诗词歌赋,异学术数时海天,嘲讽云民国往事红潮岁月,谈古论今往事微痕奇闻生物,奇观预言未来自然现象,亦是奇人探秘询,真娱乐影视热议幽默, 与段子精彩趣事遨游,天地时尚精品心灵探索修间体育养生美食,与厨艺疗养保健中医秘方器工修炼强身美容,视频原创视频全部视频原创精华,原创精华,正体手机版各地分战,台湾纽约,欧洲加西电子报网上投稿, 捐款搜索,Facebook,Twitter,Google,Baslin,Cadimus,最新新闻首页看官场,贪官河北政协官员落马,被举报霸占他人妻儿,2018年7月7日13点54分, 手机版正体零个留言打印特大大中小标签,孙兰学和北邢台政协官员被举报看中国,2018年7月7日讯,日前,中共河北省邢台市政协前秘书长孙兰学,被村民举报霸占他人妻儿,孙兰学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7月6日,晚,刑台日报社旗下的牛城晚报,官方微博消息称,据刑台市政协消息,7月4日上午,刑台市人县村民张某等人到市政协机关上访,反映市政协原秘书长孙兰学有关问题,孙兰学,涉嫌危机问题,现在正被调查。 据澎湃新闻报道村民,赴刑台市政协机关,状告孙兰学的视频,已在河北当地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名女子挂横幅,指孙兰学,霸占他人妻儿等网友纷纷评论说, 我看这个视频了破坏的还是惊婚,天下乌鸦一般黑,茶吧没一个干净的,刑台市政协有关负责人7月5日称,关于4日上午,有群众在市政协机关门口拉横幅举报孙兰学一事,有关部门已经启动调查孙兰学, 曾担任刑台市政协秘书长一职,2012年退居二线,2014年正式退休公开,资料显示,孙兰学曾任刑台市人大研究室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经贸为主任,党组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国资委主任等职, 2006年11月孙兰学,转任刑台市政协党组成,原便于2007年1月起,任市政协秘书长,2012年2月卸任此前,中共官员霸占人7多次被曝露媒,2017年2月报道,陕西宝基市石谷镇尿沟村村民白红绿在网络上发帖, 实名举报保机卫兵区李家曹村村之书赵宝荣,长期霸占他的妻子,造成他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据新京报,2015年2月6日报道,2月5日,湖南恒山县警察陈妍登网上实名举报称,2月4日晚,恒山县副县级官员汪太久后在车内强奸他的妻子李某露媒,2013年8月2,8日报道, 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方,距离市区约90公里的,一个小村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他们的留守妻子成为村之书姓亲对象,该村之书还恬不知耻的对市李柱村工作队员说,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